大千世界,花花百态,虽然,人生中少有一帆风顺的舒适区,但那些是非之地却不少,人生这一路,本就曲折坎坷,一步走一步难,所以更要懂得保护好自己,尤其是在低谷期和逆境期,远离五地,命必长久,老年人别去这几个地方,阳寿就长了,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国学感悟,欢迎订阅。 一,远离满是小人的圈子,人在江湖,我们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,到底是合选好呢,还是不合选好呢,无论怎么选择,答案永远都只有一个,适合自己的,对自己有利的。 才是最好的,那选择合选也没问题,而不适合自己的,最好早点退圈,你是一个老实人,既没有什么心术,也没有什么手段,那你就不该混迹在满是小人的圈子当中,不然,小人就会把你吃得连骨头都补上。 所谓人善被人欺,马善被人欺就是这个道理,是好人,就找回好人的群体,一同向善,命数旺盛,是好人,却找到了小人的群体,气数就衰退了。 要知道,跟小人靠得越近,小人就越会夺走你的气运,等你的气运损失到一定的程度,也许,就会影响到寿命的长度了。 二,远离于你不和谐的场所。 每个地方都有其特有的氛围和磁场,而每个人也都有其个体的气数和运势,这种地与人的相互关系,实际上是相互影响的。 当你身处与自己气数相符的地方,生活会变得顺遂,前途看好,日子也过得舒心。 然而,若处在与个人气数不相容的地方,将会面临阻碍,即便再有本事,也无法施展。 比如说,江子牙就因为自身的磁场与商咒王相斥,无法在那里立足。 然后,他在西齐遇到了周文王父子,看到了人生的曙光,有了伐咒的大业。 明阳天下 一个人在某个地方可能一事无成,但转到另一个地方,却能发现新的希望。 可见,不同的磁场适合不同的人。 在江湖中,人们应尽量远离与自身气数相冲突的地方,及时换个事宜的栖身之所,才能拥有兴盛的气韵。 三,远离一些利器的地方。 有人的地方就有争斗,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 当然人到了老年,也是耳顺到古稀之年,一定要远离一些利器的地方,一些利器的人。 那么,什么是利器的人呢? 其实利器的人,或者就是性格扭曲,脾气暴躁的人。 也或者是一身债务的人,又或者是极度心强的人,也许又是孤独没家的人,至于为什么要远离? 其实道理也很简单,就拿一些性格扭曲的人来说吧。 他们或者过得不如意,所以在一件小事情上,很可能就会发脾气,甚至大打出手。 近年来,整个社会的负能量不断积累,大多数人的性格变得暴躁易怒,动不动就与人发生冲突,似乎别人都欠他们的。 刚开始,我难以理解,过好自己的生活不就好了吗?为什么要与人争吵?为什么要散发负能量?后来,我明白了。 负能量是会传染的,一个人心怀怨气,与他相处久了,你也会充满怨愤。 但这种心态,除了让你变得易怒,有何意义呢? 在一个充满负能量的圈子里,所有人都充斥着消极情绪,整个氛围变得极端。 若你身陷其中,我劝你要及时走出这个圈子,暴躁最终害的是自己,而不是他人,所谓暴躁者寿命短。 这正是实情,不要让负能量侵蚀你,要让积极乐观的态度引领你的人生。 老年人更是如此,宁可孤独地自己生活,也不要接近一些戾气的地方,并要远离为好。 四,远离勾心斗角的名利场。 实际中有云,天下兮兮,皆未利来,天下嚷嚷,皆未利往。 从步入社会开始,我们每个人都会变得不由自主,追赶着名利,在尔虞我诈中前行, 可到了晚岁,经历了生活的种种锤炼,也应当学会看清周围的某些人和事了,所谓的名利场。 不过是那些有身份,有地位的人交换资源的地方,傻乎乎的一门心思往尽栽,只会自食其果,久而久之,我们也会变得势力,满腹地勾心斗角,成为一个遇事不择手段的人。 所以,一定要避免进入所谓的名利场,把更多的重心放在家庭上,晚年才有幸福可言。 老祖宗说,久利之地误去,是非之处污往。 这句话什么意思呢? 这句话就是说,一些久利之地,人人趋之若伍,大家都想去牟利,因此竞争激烈,风险巨大,我们应该知难而退。 对,一些充满是非的地方,往往是尔虞我诈的利益场所,一旦我们涉足,必然会深陷利益的沼泽地,难以自拔,一个心软的人,更要注意避开这个地方,为什么呢? 因为心软的人,更容易被人以小之以礼。 动之以情的说教所诱惑,一旦自己误入这样的尔虞我诈的利益场所,自然会沦为被消耗,被开刀的对象。 所以,心软之人,一定要懂得远离尔虞我诈的立场,才能避开祸端啊。 现代人因工作压力大,生活节奏快,疾病频发,如果在长期处于一个病乱之地,就像生活在一个压力锅中,身心健康难以得到保障,有许多看似光鲜的上班族,工作环境却差强人意。 再加上长期工作压力大,导致身体状况持续滑坡,最终影响到自己的寿命。 5.远离虚情假意的地方 路遥有一句话,说得很现实,小的时候,我常常觉得亲戚是多么的美好,但是长大了以后,才发现,一些亲戚太现实,而亲戚关系常常是庸俗的。 当然在现实生活中,还是有一些好亲戚的,但是在其中也有一些虚情假意的亲戚,一些虚情假意的朋友。 因为老祖宗说得好,穷在闹市无人问,父在深山有远亲,人情好似初相见,到老中无怨恨心,其实这也是正常的,毕竟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社会里,人到了老年,与其虚情假意的活着,去一些虚情假意的地方。 还不如自己活得通透,更舒服一些,更开心一些。 人生到了晚年,要学会给自己的人生做减法,学会看淡一切,把自己的欲望降到最低,知足可以常乐,粗茶淡饭能够养生,人活到极致,一定是素与减。 一切的身外之物,多是累赘,人心越简单越淳朴,越简单越快乐。 苏东坡曾有誓约,人间有味是清欢,他被贬到黄州后,为了生活,和妻子啃荒种地,日子虽然清苦,但远离了官场的世事非非,整日寄情山水,学会享受山野风光,写下了赤壁赋等千古明天。 可是人心不古,我们今天的生活,有多少人为了金钱费尽心机,甚至不择手段。 人过五十,你要理性对待金钱,没有钱就过没有钱的生活,学会节俭,懂得知足常乐,不要总是想着一夜暴富,投机取巧,最后还是穷光淡一个,人的欲望永远无穷,到了五十岁,你的钱如果足够过上好日子, 就要学会抚养自己,不要掉在钱眼里,再去投资,甚至瞎折腾,最后连养老的钱也没有。 人过五十岁,你的健康,你的老伴,你的明节,你的养老钱,才是人生最重要的东西,才是自己的退路。 远离以上四个是非之地,才会能够好好保全自己。 总而言之,我们可以明白,远离五地,命必长久并不是空穴来风,而是基于各种现实生活中的例子和经验总结出来的。 所以,我们应该积极改变不良的生活习惯,远离不利于身心健康的环境,才能真正实现命必长久,愿我们都能从中获得启示,过上幸福、健康的生活。 这里是大道无形,分享国学感悟,欢迎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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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阅